大家好 今天是9月29号 就是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今天呢 可以说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三吧 但是这个黑色的星期三 因为是我们早上起来以后 是我们能预期的啊 能预测的 那为什么怎么能说是预测呢 就说 首先呢 大家看就是昨天这个美股啊 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暴跌啊 国外的股市大家记住 它跌1%就是算暴跌啊 这是外部因素啊 那么内部因素的话 大家都清楚 近期我们国家的一些限电啊 什么等等的一些策略 还有一些这个恒大的事件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因此说这个从这个基本面消息上来说 我们的对我们的股市肯定是是不利的啊 这我们先清楚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判断指数下跌的概率 应该是大于50%啊 就是概率啊 我们就通过这个美股啊 我们判断它跌幅啊 下跌这是大概率 那具体说它跌多少 是吧 跌多少还是哪些板块跌啊 我们也要做我们的计划 那么首先呢 我上次给大家讲过这个这波下跌啊 如果这个阳线 因为我昨天给大家分析的时候 这个阳线我说太小 量也没放出来 不理想 呃 我也给大家说过 那么它下跌的一个极限的位置 应该在3530附近啊 它今天呢 短暂的打破这个3530了 因此说呃 从明天来看上来看 这个3530这个位置是一个 我给大家讲过 是一个筹码峰啊 筹码峰的一个位置啊 筹码峰密集的一个位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3530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筹码都在这个地方密集了啊 这上面就是说 因为说很多的投资者认可这个附近这个区域 那么明天呢 就要会考验 就是在这个3530到这个 这个无群成本均线下面这个区域啊 那么当然我还是希望就是 因为他今天他收了一个下影线啊 他如果明天能维持在这个下影线之上啊 这个收一个小的一个线 那么说明还 结后还有可能去反弹 如果要收到下面来的话 就需要时间了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做交易 我们要做好就是他要到这的准备啊 到这的一个策略 嗯 那么接下来就说 我们把指数基本上给大家说清楚了 基本上我们判断他今天是下跌啊 或者说我们明天那个也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在板块上我们就要搞清楚 哪些板块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复盘这个美股啊 我一直给大家讲 就是最近跟大家讲的内容都是测纵于实战的 那么美股我们看的很清楚 有两个板块在暴跌 一个是科技股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 那么好了 到了我们这个 我们的盘面啊 到了我们政治呢 我们国内的盘面 那么我们找到这两个指数 一个是科技股 我们就按半导 以半导体为例来说吧 因此说这个早上这个半导体啊 大家看这个半导体低开以后啊 低开以后 我们都在什么呀 就在减仓啊 好多说了 哎呀 我那半导体 后来他又反弹上来了 那我是不是减的不对 这个我跟大家说了 只要是你在一个小范围之内 做了一个减仓的操作 和没减仓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我给大家说的很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思维逻辑一定要搞清楚 你比如说很多投资者 我们就是咱们的会员什么的 或者跟我学习时间长的会员 基本上这儿低开在这个位置 肯定是减仓了啊 减完仓以后他又上来了 后来又上来了 那么这也上这也到这些点 你后不后悔 当然我减完以后 我并没有在这这些地方加仓啊 我没有在这些地方加仓 因为我考虑 因为今天可能反弹上来的概率比较小 或者说明天也有可能反弹不上来 因此说这个东西 我们为了避嫌减仓 这是很正常的啊 因此说大家不要后悔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因为这个昨天美股的中概股 新能源汽车涨的也也是普跌的 那么新能源汽车呢 就是说大家做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我给大家说一个逻辑思维 今天早上这个新能源汽车特别好 它低开了以后它往上来了 实际上这个区 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减仓的一个非常好的区域 尤其是这个点 大家看啊 它创了一个新能源汽车以后 你可以犹豫一下 观察一下 但是这个点一上来 我往下下 其实这些点都是我们一个 比较减仓的一个好的位置啊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减了 你一看今天就 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到这个位置啊 因此说你这个 在这个地方减仓这个操作是对的啊 因此说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是什么呀 我们通过减仓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利润啊 保护我们的利润或者说减少我们的亏损 减少我们的亏损时间也是保护了我们的利润了啊 那么很简单 好多说呢 老师那新能源车我要减了以后 那么新能源车它明天涨了 如果啊 大家看新能源车这个走势啊 因为它本来在这个位置 上面筹码已经密集了很多了 这个筹码在车门 无群成本均线之上密集了将近70%的筹码 如果强势反弹上去 你也不用着急去追去啊 因为它毕竟这上面已经有压力了 它已经跌破这个无群成本均线以后 这上面毕竟是有压力了啊 好多说呢 我想在这地方做短线才反弹 我能不能再加回来 如果是明天如果是收成阳线 有这种可能性啊 或者说在新能源车这方面有利好出现了 你再加回来也不晚 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位置 既然你减了 明天继续在节前继续观望啊 继续观望 如果是没减的话 大家还是要关注风险的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 它未来能下跌多升啊 多升 因为说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逻辑 就是我们该减仓时候减仓 你不要去犹豫啊 因为说通过我们的这些会员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操作方法 都知道这个操作方法 今天大家看那个反弹的板块啊 那么现在我们把下跌的板块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呀 哪些板块容易反弹 对于我们国内的股市来说 我们都比较好去看反弹的板块 那么我们一看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上 上证指数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上证指数 这个上证指数 要是从行业板块来说 他这个权重因为上证指数是抽养选取以后 完了进行加权计算的 应该说你这个上证指数的涨跌 不仅取决于板块的涨幅跌幅 它的流通市值多大 还取决它的涨跌 当然这个权重行业里面 权重最大的是银行 应该说我们就要 就要关注什么 关注这个银行板块 它的走势啊 那么我们看 你看上证指数的反弹 跟银行应该是一起的啊 我们打到那个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 大家看银行板块 它早早就开始反弹了 这就是说今天这个指数下跌 到2%以后 有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它在是互盘的 有人互盘啊 这就说 好能说老师 那银行我做不做 如果你有你就做啊 或者说你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 它明天它还互不互盘啊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互盘的工具 我给大家说过 就是 这个通话送票量100啊 就是因为这个银行 它的市值大概是 七八万亿的流通市值啊 它在行业里面 但是它的权重稍微大一点 在这个上升指数里面 但是还有一个 这个通话送票量100 大家看通话送 今天票量100就是什么 一直啊 它下午也反弹了 它它它总之还是下跌 但是它的市值比较多啊 你今天我算了一下 它的市值是21万亿 我们的整个A股的流通市值 现在不到70万亿啊 因为说它将近价的三分之一多啊 三分之一啊 这这么一个比例 因为说它 占的比重非常大 对不对 因为说 它不反弹 那么今天我们的指数 这种大跌就造成了 因为说今天反弹的行业板块里面 我们能看到 只有一个板块在涨啊 就是银行板块 它就是扛指数的啊 那么 我们现在也分分析了下跌的上涨的都都分析了 那么有没有一些积极极的因素 就是我明天该怎么办 我觉得明天因为节前最后一天 大家还是呃 冲着这个呃 避嫌 那么从大牌来说 一个是银行互不互盘啊 银行明天还互 互不互盘啊 因为银行连续三天收这个阳线了 还有一个就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 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个童和松漂亮100啊 因为童和松漂亮100 我给大家说过 它又接近前面这个位置 那明天它能不能互盘 如果这两个互盘的话 我们再去做 如果它俩不互盘 我们可以去继续做保守的策略 就是该减仓还是减仓啊 这是我们的策略 就是指数这方面 那么大家说 有没有一些积极的积极的因素呢 积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银行的互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北向资金啊 北向资金下午啊 开始流入啊 因为说我们明天啊 或者说今天晚上大家复盘一下 就是北向资金到底流入了什么啊 我们再去观察啊 因为说我整体来说 我的观点就是 劫钱啊 大家保持着一个 因为它这个北向资数啊 委派还是流入不少啊 呃 这个回流了不少啊 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明天啊 因为它这委派明显就是流出来的 又回流进来了 它也先做了一避险啊 它你它可能关他的这个 它和这个银行的走势基本上是稳稳健的 它可能是抛了一些别的股 买了一些银行的啊 基本上这个北向资金 它是 它是跟着这个判断这个指数啊 判断的还是不错的 呃 因为说这个积极的因素 一个就是银行的护盘 还有一个就是 北向的这个尾盘的这个回流 因为说我 我的观点 个人的观点是 还是希望大家明天以避险为主啊 呃 出现小的反弹 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参与 今天时间关系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 那么今天呢 我在新的平台上还有直播给大家 呃 希望大家能参与啊 越跌你越得好好学习 不能说放弃了啊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些 谢谢大家收看